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中国足坛爆发了一场空前猛烈的反腐风暴。 自去年,李铁被查起,至今已有14名涉案人宣布被调查。 与前几次反腐风暴相比,本轮反腐有几个新特征, 涉案官员级别更高,查办机构更多样,涉案金额更大。 此次反腐风暴显示出了一种集团式和链条式的腐败模式, 涉案人数预计不会少于上次。 落马人员主要包括国家体育总局、中国男子足球队、 中国足球协会和中超公司的相关人员。 他们滥用职权、从事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。 此次反腐风暴的规模和力度值得关注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